有了放置養成、時裝機制、抽抽卡、如不賴玩法、爬塔機制 當然還有很大,我是說真的很大的想像角色 一個遊戲還能有更多嗎? 同時,這麼樣一個什麼都來一點的遊戲究竟有沒有它的潛力? 大家好,我是雅次元 七月幻莫重共繼安卓平台推出後也在iOS平台正式上架 它的魅力以及有待進步空間的地方在哪裡? 如果你還在猶豫,不如就跟我一起邊玩邊看看吧! 那在七月幻莫莫重過這個遊戲 我們要扮演的是一名來自縣衛斯的邵斯寇 可以透過思維入行來對出生時大腦都已被改造為 心智終端的半機械人類進行攻破與檢測 在七月這座與浩劫重生的未來城市中 編組這個15位的隊伍慢慢揭開各種陰謀和狂政的實際的正義 簡單來說,大家就相當於這個城市的執法人員 但要面對的不只是罪犯 而是實際上正在慢慢偏離人類正義道路的太一阻撓 反正每個遊戲最後都得回頭跟我們的大老闆對幹就對了 首先進入界面,像這類景和極臭的這個科技感 然後是以圖書秘書或副手為主體的界面我還算喜歡 那也因為現在還算是新手第一週的期間 所以難免會有比較多這種簽到啦獎勵等等小西闖 那實際過應該就乾淨多了 不過這界面怎麼好像也有點眼熟這個 好像那個什麼週的還是什麼計畫這個 在作戰界面的部分 七月算是吸收了過往許多統直性高的遊戲的優點與簡約感 那它將作戰分為主線篇章 爬塔跑圖挑戰打資源還有PVP競賽四大壘 那再往下細分 可能用章節CG或重要場景來分開又或是資源這邊 則會以例會去做區格 那順帶提喔 第一次進入這些挑戰或資源關卡 都有一小段很香的NPC動態可以互動 都可以來試試 接下來還是大家最關心的福利了 不得不說先撇除優缺點不談 它的福利給的是真的多 PVC的前道就直接給一名SSR瑤姬 而且還是關卡打到後面依舊好用的 資源型奶媽加盾角 滿七天再送真的很晃的輸出角云子 當然除此之外還有這個入職挑戰啊 打主線啊解成就累積抽卡和升等 給的這個石頭彎抽卡券等等 以初期來說確實算佛了 基本上不乏好用的角色 只在於你抽的夠不夠身上更高的星數 那在抽卡的甄選呢 除了新手時衝必中的SSR莫爺的旗子 就是我已經抽掉了這個旗喔 以外還有常駐旗以及可以自選陣營 也就是自由選擇要專注抽選哪個屬性的這個角色旗 那這邊就來演示個實抽 對 就 就是這樣 是SSR真的不難抽還是我挺歐的 老實講他的抽卡相當普通沒有賣關子的前置 也沒有讓人驚豔的動畫是蠻可惜的部分 不過不過雖然抽卡確實少了點刺激與新鮮感 但我們還是得來看看啊 這些在進入遊戲loading就一直在我們面前晃來晃去的角色 欸不是我要說是真的很慌 我們主人公可以是平衣兄沒關係 但如不拒何以拒人性 基本上你抽到了每一個初次SSR都自帶背景與動態效果 而必須說 他這個各個陣營的美術基調還是有做出來的 譬如這個時鐘名聲喔 就是帶著東方古典的基調 那也因為資源啊治療復活角居多 所以在設計上也看得到醫護士或者生物科技專員的影子 北冥房位的部分則是簡單暴力 打紅色啊工業重武器風格 然後這個墨也 嗯他是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林野公式喔我最喜歡的陣營屬性 有天空啊蔚藍色的色調 然後給人一種輕飄飄的感覺 像精衛有如小鳥一樣就很可愛天真喔 而且有法師有護衛 有大的也有小的 嘿嘿不愛 最後普渡教育 什麼都有什麼都不奇怪 有東方的花妹也有西方的元素 從瘦爾努婆娃到全遊戲 唯一親女兒無望什麼都可以有 就跟他的玩法一樣多元 你一定可以找到符合你癖好的角色 反正就...雲子真的很香 我還能多說什麼 再來就是他的玩法 那最前面我說過他混雜了很多東西 像是他有最基礎的這個打資源啊 日常派遣 農裝備 慢慢把你的美女從小玩到大這樣 那但他本質上還是一個放置Play遊戲喔 沒有體力制不需要太動腦的策略 那你要養的就是老婆老公們的這個解算力 並用解算力的總加成來應付關卡 所以老實說每一種玩法都不會太刁難到你的時間和精力 那下面就帶一下三個比較軸心的玩法 第一個是性能好幾 講簡單點就是趴塔 呃...爬得越多資源越多 趴累的就用力休息 可以放著給他一直 抽抽看啊 也可以多養幾天再爬 完全不用急 至於前面提到過有ROGELIGHT玩法的 則是矩陣破解 他的基礎這個大同小異 就是每過一個都需要選擇整理啊 或更換路線 那當然並不會虧對其放置的核心喔 你懶的話也是可以射紫絲燈花讓他自己跑一輪的 最後主線篇章的部分 因為放置的手藝也就是這個資料生產的部分 是跟隨推進的進度來決定 所以日常推對圖還是蠻必要的 同時也可以看看劇情嘛 一舉兩得對吧 所以講了這麼多 除了玩法 除了角色 除了什麼都來一點我全都要的這個遊玩價值 他還有什麼 那不外乎就是劇情了 必須誠實地說 就算是這個七願 除了整體第一人稱敘事 上次在寫小說 對於這個心境的描寫 相當突出這點 讓我還蠻喜歡的以外 他的序章劇情並沒有那麼具有衝擊性 甚至是有點突兀給我冒出了 不少世界觀的專業用語 那一開始的確會有點相救玩世的感覺 但是主線第一個事件過了不久後的劇情還是有這個 經過家境的 你們現在看到他這麼多張結一堆密密麻麻的這個篇章 其實每一張的劇情量都不多 多半都是配合放置的組合心去做的戰鬥關卡 尤其這類末世科幻近未來的世界底子 現在可說是什麼招數都有 但卻又很容易重回這個思考真正的正義為何物的老路 那不是說老路不能走 而是我們主角哨死 嘖 還是覺得是主人公成果有夠難念 我們的主角哨死寇 怎麼去這個思考正義啊 戳破謊言 並相信自己走在一個正確 甚至可能拯救世界的道路上 這才是劇情的重點 那雖然我自己是還沒有看完 但基本上從要開始反幕後主腦 要搞心靈叛變啊 那幾個片段開始 哇就越來越有那味了 所以大家如果也是剛入坑 剛開始看劇情 那就... 再忍一下 再忍一下 再... 再...忍忍 忍到劇情開始變得有趣起來就好了 真的 那總而言之回顧一下喔 七願幻夢重構 它也有大家習以為常的玩法 也有足夠相讓人想出的角色 也有還算不錯的科幻陣營戰劇情 不過如果說有什麼可以更好 甚至我個人覺得可以考慮重造的點 那第一個一定是抽卡了 我真心希望它能更具刺激性 或至少給我未知開一包那種 吊人胃口的感覺 你懂嗎? 少了那個潛瑤就... 感覺少了一位 尤其每次都是突然就冒出SSR 讓我根本來不及準備那個期待感 很傷啊很傷 這部分能做更好就好 其次是角色的戰鬥動畫 說實在對於一個放置遊戲 我能理解放置過程不必做得多精美 畢竟部分玩家可能真的就是開了關卡 就放著不管直到結束打完為止 但怎麼說還是隱隱透出了少少的廉價感 那期望至少能更流暢更富有動感 或至少也得配得上又大又香的角色 對吧? 最後一點也是我認為應該比較有機會改進的 就是翻譯品質了 可能是因為初期所以沒有徹底交對過 或是日程排得比較緊 那導致劇情中有不少翻譯其實都不是很通順 但相信這部分是會收證的地方 那我個人也蠻希望能夠慢慢看到他的劇情 讀起來更滑順 或許也才能吸引更多人 將這個道士跟這劇情給一步步地推進下去 其他的部分從本質上而言 都算是一個不差的放置遊戲 七月有好的基底、好的角色 那只要日後能夠好好把內容打得更扎實 並且積極去更新他內容與優化的話 那我相信這樣的遊戲還是有他的一片天存在的 以上的影片就到這邊 對於七月幻莫重構 你看完或玩過有什麼樣的感想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討論 喜歡影片的話也別忘記訂閱追蹤開啟小鈴鐺 那麼就這樣 享受故事好好生活 我是雅次元 我們下回再見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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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ed がとう泝瑞 Were Asked площin favourite 你ำ becomes 我這張